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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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遇到这样买肉的 再看这老伯一身的破烂衣服 大牛心中便有了决定 只见他挑选了一块上等的筋肉 一刀便切了下来 看那模样大概有着一斤的样子 老伯见状连忙摆手道 要不了这么多 一点 一点就够了 谁知大牛却笑道 老伯 这肉你拿去 今日不收你的钱 若是吃得好您再来就是 文言老伯也是心中感动 颤颤微微地接过了筋肉 不停地和大牛道谢 随后便拎着肉朝着城外走去 大牛望着老伯的身影 心中也是有些不软 便叫别人帮忙看着摊子 自己则是偷偷地跟了上去 大牛便跟着老伯出了城 很快就在一处破旧的茅草屋前 停了下来 看到这屋子的面貌 大牛心中也是微微一颤 若不是见到老伯走了进去 他根本就想象不到 会有人住在这里 大牛在门外犹豫了片刻 这才走了进去 进屋之后 眼前的一幕让大牛不禁心生同情 只见一个女子正瘫倒在床上 整个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看样子应该是老伯的亲人 想必老伯买肉 也是为了给他补身子吧 此时老伯也是发现了大牛 连忙开口道 年轻人 让你见笑了 都是老头子我没本事 我女儿病了许久 这才想着为她买点肉来养养身体 大牛望着眼前的一幕 不禁湿红了眼眶 没想到还有人过着如此生活 于是他便开口道 老伯 您放心 我来出浅为你的女儿治病 听到大牛的话 老伯先是一愣 随后便是一阵狂喜 做事就要给大牛跪下 可是大牛却死死拉住了他 于是当天晚上 大牛就将父女俩 接到了自己的肉铺居住 大牛请来了城里最好的狼装 为女子医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理 女子的病症明显的好转 整个人的气色也好了许多 几个月后 女子已经完全地恢复了 如今的她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一样 气质非凡 倾国倾城 让大牛看了总是心中狂跳不止 通过接触 大牛知道了女子名为李小倩 她并不是李老伯的亲生女儿 而是被她捡来的 从小就是个药罐子 由于治病需要一大笔钱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这才被大牛治好 大牛治好了自己的病 小倩对她是极为感激 便提出想要以身项许来报答她 可是大牛却一口拒绝了 并不是大牛看不上小倩 而是她认为自己配不上人家 这只是小倩的一时冲动罢了 可是通过这些时日的接触 大牛渐渐地被小倩而感动 她发现小倩是真的心中在乎自己 爱着自己 于是便鼓起勇气表白道 小倩 我大牛是个粗人 若是你嫁给我 这辈子定然不会让你受苦 一定会对你好的 听到大牛终于接受了自己 小倩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 于是在李老伯的操持下 便将二人的婚事定了下来 眼看大婚将近 小倩便说去裁缝店订做衣服 而大牛因为店里忙碌便没有与她同去 也就是过了一个时辰 领舍的猪阿婆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猪阿婆开口道 大牛 你快去看看吧 小倩被那王公子给拦下了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文言大牛不禁心中大怒 这王公子他早有耳闻 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 仗着自己的父亲网友爱有才有势 平日里竟是做些欺男霸女的事情 在这附近恶名昭彰 于是大牛便拿起屠刀 朝着急事赶去 生亥小倩受了委屈 等大牛到了急事上 只见到前面已经围上了一大群人 大牛心中不经意紧 赶忙挤到了最前面 此时这眼前的一幕 让他瞬间暴怒不已 只见一个公子哥 正在调戏一名女子 那女子正是独自出来的小倩 此时小倩的衣服 已经被撕扯得破破烂烂 嘴里不断地求饶 可是那公子哥却是嚣张无比 反倒是越来越兴奋 大牛哪里受得了 自己的未婚妻受委屈 便拿出屠刀挡在了小倩的身前 小倩见到大牛来了 这才忍不住哭了起来 那王公子看着突然出现的大牛 眉头不经一皱 便威胁道 你最好现在离开 否则被我打断了 腿脚可别后悔 大牛怒喝倒 你这人渣 今日我大牛就要让你长个教训 文言王公子也是被激怒了 他从小到大还没有被人威胁过 于是便对着身后的手下吩咐道 全都给我上上 往死里打 让他知道一下招惹我的下场 只见大牛一人便和王家的手下战斗在了一起 原本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可是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大牛竟是天生神力 很快王公子的手下就都被他打翻 在地动弹不得了 那王公子健壮也是吓得连连后退 没想到大牛竟然如此的生忙 自己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 眼看大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王公子不禁有些胆怯 只听王公子说道 大哥 这都是误会 我愿意赔偿这位小姐的损失 文言大牛也是开口道 不要仗着自己 有几个臭钱就无法无天 若是再让我遇到你仗势欺人 我定然不会放过你 那王公子听到大牛的话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便匆忙离开了此地 再也不敢过多逗留 经历了此事 大牛在小倩的心中的分量 也是更重了几分 于是在二人的期待下 终于是到了大婚之日 听闻大牛要结婚 周围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过来帮忙 大牛也十分阔气 在家里家外都摆满了桌子 反是过来祝贺的宾客 都可以免费入座 于是在大家的见证下 大牛便与妻子举办了婚事 随后宾客拉着大牛一直在喝酒 一直到了深夜这才离去 随后大牛才醉醺醺的朝着洞房走去 这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洞房花竹叶了 大牛的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等到他开门一看 发现妻子竟然已经睡下了 大牛不禁愣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靠近而去 等他掀开被子一看 眼前的一幕让他是惊骇不已 只见妻子全身都被捆绑住了 嘴里还被塞满了布条 大牛连忙将布条拽了出来 此时妻子急忙哭泣道 快跑啊大牛 有人要害你啊 话音刚一落下 只见房门就被人轰然踹开 从外面跑进来了一群黑衣人 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砍刀 大牛心中一震 连忙将妻子挡在身后 他顺手拿过旁边的木棍 警惕着这群人的一举一瞪 大牛不禁开口问道 你们是王家的人吧 真是胆大妄为 就不怕我报官抓了你们吗 文言黑衣人冷声说道 怪就怪你惹到了惹不起的人 下辈子多注意吧 说罢便朝着大牛攻击而来 大牛丝毫没有畏惧 拿着木棍直接迎了上去 这屋子里甚是窄小 恰好给大牛制造了优势 这单打毒斗还没有人是大牛的对手 这群人是越打越吃惊 随着同伴的不断倒下 最后剩下的几人也是没有胆子再留在这了 于是便匆忙离开了这里 这里的动静也是引起了乡亲们的注意 大家得知真相之后 便以轰而上将这些人控制住了 带着他们便去了官府 县官原本早就知道了王公子的恶名 只不过迟迟找不到机会惩治他 这次被他抓到了时机 便将王公子抓进了大牢 而王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仅仅两年便彻底落寞了 后来大牛与妻子一起经营起了肉铺 日子是越过越好 后来二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